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 来给大家做一下索尼前段时间发布的 A7第四代 A7 Mark IV 这台万众期待的全画幅的相机的评测 那么在做这期评测之前呢 我们现场先开箱一台全新的索尼A7 IV 这台相机是我DP定的 所以说它到的比较早 然后右边这台呢是定的稍微晚了一点 所以说前两天才刚到我手上 我自己总共定了五台A7 IV 因为我知道这台相机肯定是 像佳能的USA R6或者是索尼A7 III一样 非常的抢手啊 所以就提前多定了几台 好 那不管了我们直接开始开箱 开箱完了 那么讲之前我先聊一下索尼的上一代相机 就是这一台Alpha 7 Mark III A7 III这台相机 A7 III这台相机呢 我觉得对于索尼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相机 它是索尼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A7 III发布之前呢 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个市场的话 会发现很多人都是用佳能的 因为当时大家还没有从单反这个品类过度过来 大家都是对于这个微单非常不信任的啊 即使说索尼之前有发布了 A7第一代 A7 II 等等这些相机 但是呢主流市场仍然是比较认可单反相机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当时并没有一款性能能够满足主流摄影需求的 专业全画幅微单出现 大家听我这几个定义啊 性能能够满足主流的摄影需求的 专业的全画幅的微单出现 为什么呢 因为主流市场呢 对于性能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并且呢一定要是全画幅的相机 而且呢它的操控要一定是专业的 那么索尼A7 III的发布呢 正好是填补了市场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空白 作为一个全画幅的新基准呢 如果大家了解这台相机的话 应该会知道 这台相机在当时发布的那个时间点呢 可以说各方面的性能是一技绝尘的 同级别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包括它比较专业的这个对焦系统 对于当时来说啊 它的对焦系统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2400万像素的SIMOS 以及它的动态范围也非常的不错 拍摄视频的话 可以有4K的超采样的视频 因为当时能够拍摄4K的机器都不太多 能够有4K的超采样的视频 确实是非常的超时代 包括1080P也能拍120帧的升格 以及带了S-Log2 S-Log3 HLG这种比较专业的色彩模式 当时应该是18年的时候 同级别是没有一个像索尼A7III这样的相机 这么全面的 那我之前有做过一个 我自己选择相机的一个对比的视频 出镜的有包括佳能的EOS R 比如说SIMOS没有防抖 比如说视频性能比较拉胯 你看出了Z6 但是Z6它没有内陆的Log 其实当时刚出来的时候 它这个对焦性能也不是很好 那松下S1呢 它这个体积又很大 续航又不好 再加上它的反差对焦性能也非常差 普通用户的话很难去用手动对焦 所以其实你这样横平下来的话 会发现索尼A7III是非常均衡的一台机器 所以为什么消费市场 对于索尼A7III这台相机接触度非常高 索尼也是因为A7III这台机器 从原来的市场第三 爬到了现在市场第二 这台相机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用的人越多 口碑传的越广 不但是对于这个圈内的市场 普通的消费者 也是对于A7III这台机器 认可度非常高的 所以即使说到现在 A7III已经发布的情况下 在前段时间双11的时候 索尼A7III也仍然是销量 第一的全化五位单相机 那么在快四年之后的今天 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索尼A7第四代的相机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 跟四年之前是不一样了 佳能有性能非常均衡的EOS R6 松下有走新加比路线的Lumix S5 那尼康呢 更是在这种低端的 全化五位市场上打价格战 Z6包括之前Z5 价格都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其实 现在入门全化五位相机呢 是一片红海 大家都在抢这块地盘 那A7IV在现在 是不是还能够脱颖而出 能够像A7III一样 形成一种现象 我在拿到索尼A7IV这台机器 这段时间呢 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下 拍照片拍视频啊 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体验 所以说我到现在才出节目 就是想更深入的去使用一下这台相机 给大家做一个更全面的评测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 那还是跟我之前的节目的传统一样 就是在详细的评测视频之前 我直接先进行总结吧 A7IV跟EOS R6来比的话 那如果你现在这个时间 能够接受佳能这个RF镜头的价格的话 或者说你比如说像我 手上有很多这个RF卡口的镜头 或者说你手上已经有EOS R6这台相机了 我个人认为啊 EOS R6仍然是各方面性能 更加均衡的全化副相机 甚至它的有一些视频的性能啊 是要比A7IV更好的 所以对于这样一部分用户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选择EOS R6 但是呢如果你更喜欢索尼这个品牌的话 或者是你本身有很多E卡口的镜头 或者说你可能没有全化副相机 但是又想买一台新的全化副相机 但现在手头上的预算不多的话 因为你买相机使用的话 不光是要买相机还要买镜头嘛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像这种 试码的2870 F2.8 或者是腾龙的70-180 F2.8 或者是最近出的这个35-150 F2的F2.8 这样的副厂镜头的话 因为它现在只有索尼E卡口 因为这些镜头比较便宜嘛 相比于RF系统的话 可以极大的降低你的相机使用的成本 考虑到镜头的价格的话 索尼A74我可以这么说 它是一台几乎没有缺陷的全化副相机 基本上可以闭眼购买的 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 不需要有考虑其他的副价的条件 我买的是16,999块钱 这个价格的话 我认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降价 甚至有可能因为现在供应的原因 价格还会涨一段时间 而且这台机器 它应该会跟索尼A73一样 热卖好几年 我为这个话负责 这就是我这段时间使用下来的一个体验 我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注意我的说辞 我说这台索尼A74 它是几乎没有缺陷 重点是没有缺陷 如果经常看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 其实我之前有买过两台索尼A73 但是我这两台相机使用的时间都不太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索尼A73这台机器 有很多我自己 我个人无法忍受的缺陷 比如说它的操作系统反应很慢 然后菜单的布局非常的混乱 包括没有侧翻屏 然后屏幕的效果显示的很差 1080p拍摄这个画质很差 没有超彩样 那么内录的视频的话只有4208比特 还有包括防抖 它根本没有一样 所以其实如果你只有一台索尼A73的话 你可能觉得用着好像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一旦你用过别的戏机 比如说松下来自我 或者是佳能的这个EOS R6 你会发现索尼A73 这有问题 那也有问题 感觉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烂 对吧 但是呢 我刚刚说到了索尼A73的这些缺陷 在索尼A74这台相机上几乎全部都被解决掉了 可以说A74这台相机是一个全面的完美版的A73 其实我自己索尼A7的每一代机器都有 A7第一代第二代 包括A7S A7R2 第三代A7R3 我也有买A7R4 也有A7R3我也有买 我买索尼A7的这个机器的感觉 就是比如说你有A7第一代的时候 当你买A7第二代 然后用了几天以后发现 怎么A7第一代这么难用 这么恶心 系统这么慢 然后我当时买A7R3的时候 用了几天以后发现我手上的A7R怎么这么难用 系统反应这么慢 花质又这么差 同样A7R4也给我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我A7R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以后 我再回去用A7R 我发现A7R3怎么缺点这么多 问题这么多 每次都会感觉上一代的索尼相机都这么垃圾 我之前在做EOS R6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给大家放了一个图表 当时跟A7R3来比 它是非常均衡的一台机器 但是很多人都在质疑我说 EOS R6真的有这么全面吗 因为当时EOS R6其实也比较难买到 但是这么一年的时间 我相信大家用过EOS R6的话 应该要能够体验到 这台机器确实是非常全面 包括前段时间双11 EOS R6的还也是仅次于索尼A7R3 销量排名第二的全画幅微单相机 如果我现在去做索尼A7R4的一个图表的话 大概应该也是这个样子 它已经各方面非常全面 变成了一个六边形战士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一点一点讲 A7R它到底填补了A7R3的哪一些缺陷 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外观 A7R4这台机器的外观的设计 它其实是跟索尼的A7R4 A7R3这代机器是比较接近的 尤其是你使用的时候 握持的手感 包括机身整个的厚度重量 然后整个的按钮的设计 波轮的设计 它就是跟索尼最新一代的机器 是相同的设计的语言 所以虽然说它机身更大 但是它整体的操控的感觉更好 按键也会更舒服更大 手柄的握持更加的饱满 让你拿着这台机器 会感觉使用起来更加的安心 因为我自己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索尼A7R4 我觉得索尼A7R4跟A7R4 A7R3这样的机器 使用体验是差别不是很大的 因为我之前把索尼的A7R4卖掉以后 一直是在用EOS R6 所以已经很长时间没用过A7R3了 为了做A7R4评测 我借了一台A7R3 结果我刚上手A7R3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台机器原来这么小 然后整个的使用体验这么差 包括它按键是非常小非常紧的 一波轮的设计 整个按键的设计 再加上整个操作系统里面的一些设计 你会觉得索尼A7R3这台机器 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这个没有比较的话 可能很难感知到 就是用着各种各样的不舒服 而索尼A7R4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它的使用的体验 是跟EOS R6可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属于低梯队的最先进的相机的使用体验 如果你自己有比如A7R3或者A7R4的话 我相信你可以无缝上手A7R4这台机器 当然这一代也是跟之前A7R3一样变成了一个侧翻屏 那关于这个侧翻屏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是侧翻屏的绝对的拥护者 因为它不管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 都是使用体验非常舒服的 包括之前A7R4发布的时候 我也大夸特夸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侧翻屏的话 不好意思 没有相机厂商在乎你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各大相机品牌 除了尼康以外 几乎其他的所有厂商 都在自己的主流的相机上引入了侧翻屏 包括S5 包括富士的XT4 佳能就自不必说了 索尼这回也是在自己的主流 全化物微单上 A7R4上引入侧翻屏 我是觉得非常喜欢的 那我不管是在外面拍照片和拍视频 它的使用的体验都是 跟我这个ESR6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反正让我赞不绝口吧 侧翻屏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说一下这个屏幕的效果 具体这个屏幕的硬件参数我就不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网上看 别的一些评测 还是说A7R4这台相机 它的屏幕要比A7R3看起来更好一些 但是不好意思 我这段时间使用A7R4给我的这个感觉呢 不管是在光线比较强烈的户外去使用 还是说给模特去看这个屏幕 去看这个视频 我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 结论都是一样 就是它相比于A7R3来说 都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该看不清的时候还是看不清 相比于EOS R6这个屏幕 在户外情况下你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它的色彩非常的讨喜 非常的饱满 模特一看就会更加喜欢 加上EOS R6的这个屏幕 所以在A7R4的显示屏的提升上 我认为是几乎没有的 可能有些人会感觉它有些提升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它相比于EOS R6来说 屏幕还是 屏幕还是有些差距的 我们现在在海边这边 又是直升机又是轮船的 这个可能噪声有点多 先给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侧翻屏幕 所以其实不管你是拍照片 还是拍视频 它这个屏幕的角度 能够面向的更多的位置 所以相比于A7R3来说 它只能够上下翻转的屏幕了 比如说你这样竖拍的话 或者是使用一些 比较刁钻的角度的话 这个屏幕能有更多的机会 比较垂直的面向 使用者的眼睛 所以说它这个屏幕 虽然说素质上 没有明显的提升 但是相比于A7R3来说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接受的吧 至少能够看得见屏幕 能够很好的构图 我已经很满意了 我对于索尼的屏幕 要求真的不是很高 相比于A7R3来说 它有一个区别就是 A3这个屏幕 它是4比3的屏幕 所以它这个屏幕 相比来说 它比A7R3还要再小一点 就是因为它变成3比2的 高度矮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其实问题也不是太大 不过由于它变成了 一个3比2的屏幕 所以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相比A7R3来说 显示其他的拍摄 信息的空间就少了 我比较习惯开着它们 来持续的监控 自己的设置是不是正确 不过在拍摄照片的时候 回放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屏幕 是能够完全撑满的 这点大家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不过因为我自己 现在更多拍摄的是 视频为主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个3比2的屏幕 会稍微有点困扰 并且由于它变成了 一个3比2的屏幕 我发现它的菜单的字体 相比于A7S3 包括FX3 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它变得更加方正了 A7S3和FX3的屏幕 你会很明显发现 它这个菜单的字体 会更瘦窄一点 那说到这个菜单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用了索尼A7S3 发布的一个 全新的菜单的系统 像之前索尼的 传统的菜单系统 我都已经不知道 吐槽过多少次了 就是整个系统的反应也很慢 然后它的布局 布置 选项的位置 都是逻辑非常的混乱 就是你找一个菜单 找起来非常的困难 更新了这个菜单以后 它整个使用的逻辑 是跟A7S3 包括后来发布的FX3 A1是一样的 其实之前在A7S3 后来发布的索尼A7C 也包括更新过的 A7R4A 都是没有使用新的菜单 我就当时有点担心说 A7S4会不会也不使用新的菜单 结果担心是多余了 这个菜单的整体的逻辑结构 它的 它的一个全新的设计 实际上我在A7S3的评测视频里面 已经有非常详细 非常全面的讲解了 我这边就不再多废话了 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它的设计的逻辑的话 可以去参考我的A7S3的视频 里面讲的非常的详细 我这边的话就只讲一些A7S4 相比于A7S3来说 我发现它有很多更新的选项 还有些不一样的菜单的设置 不过我在讲菜单之前 我先要讲一下A7S4更新的操控 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 就是原来在右侧这边是一个曝光补偿的拨盘 但是现在这个拨盘已经变成 你可以看一下A7S3这边的话 原来这边是一个曝光补偿的拨盘 这个拨盘它只有一个曝光补偿的功能 但是A7S4这回就把曝光补偿的拨盘 给变成像后拨盘 以及背面的拨盘 以及前面拨盘一样的 完全可以自定义的拨盘 所以就由原来的一个三个半拨盘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四个拨盘的设计 而且这个拨盘它也是有锁的 你可以完全给它锁住 或者是完全放开 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改变 这段时间我在用的时候 我发现它让这台相机的操控 有非常大的变化 我给大家说一下 首先在转盘自定义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由于新加了这样的一个拨盘 你可以看到总共有四个拨盘 可以完全自定义 那么正常来说 光圈 快门 ISO 你可以定义三个拨盘 第四个拨盘你可以有其他的设置 比如说你想要调整包裹补偿 或者是白平衡 或者是调整对焦 比如想迅速更改对焦的话 它是有一个单独的设置的 所以你会有一个更多的选择 而且这个转盘的设置 大家注意看上面有个选项是 将M档 M模式和其他模式分开 当你选中这个模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可以在半自动挡这情况下 比如说A档 P档 S档 使用一种拨盘的模式 而在M档的情况下 使用另外一种拨盘的模式 我之前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 我经常会在半自动挡和手动模式 之间切换的时候 我发现完全自定义一个 M档的设置的话 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但是我觉得给用户一个选择的话 让一些习惯于手动挡的用户 会有更好的使用体验 我觉得这个设计是真的很好 索尼的A7S3都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这个是A74独有的新家的东西 并且大家记不记得 索尼从A9的时候 会有一个叫做我的转盘的设置 它可以把三个转盘分别设置 调整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白平衡 比如说对焦的模式等等 由于这回增加了第四个 可以自定义的转盘 你点进来以后 你会发现有前转盘 后转盘L 后转盘的左边的转盘 就是原来的后转盘 后转盘的右边的转盘 以及包括控制波轮 就是背面的转盘 草没变 等我再次拿一块电池 这个电池的问题 我待会要说一下 好的 我们还是点开我的转盘 你会发现 它总共是有三列四行 总共可以设置 12种自定义的设置 这边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设置 各种曝光白平衡 调整录音音量等等 让我的转盘 这个功能更多了 再加上默认的 四个转盘的设置 如果你在算上 刚刚手动挡的设置 总共就是五列 四五二十个 自定义转盘的设置 这个就是非常夸张 就让索尼A7-4 这台相机的操控 非常丰富 非常灵活 你可以去非常自由的 去贴合自己的使用的习惯 因为它这边的 这个转盘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 像有些相机 它是后面是两个转盘 有些相机是前面一个转盘 后面一个转盘 有些相机是 只有上面的转盘 对吧 那如果你是 其他相机的用户的话 你可以很自然的 去切换到A7-4 然后去针对于 你的使用习惯 去完全的自定义的设置 所以我觉得 这个使用体验 是非常独有的 这个转盘是一点 还有一个 它的更改 是非常让我惊喜的 我之前一直很诟病 索尼的这个模式 转盘的设置 首先呢 它这个转盘的 视频模式和 照片模式是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想在 视频模式下去更改 光级用线 快门用线 或者是手动挡的话 你是需要进菜单 去单独的更改 这个曝光模式的 这个就非常的麻烦 包括我之前在 索尼A7-3 那个视频里也有说过 一台以视频拍摄 为主的相机 它的拨盘上 四个曝光模式的拨盘 都是控制拍照模式的 而不是控制 拍摄视频的模式的 如果你在A7-3上 想要更改 拍摄视频的曝光模式 你就只能够 拨到这个视频模式下 并且在这个菜单里面 去更改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自定义拍摄模式 只有两个 这个两个自定义拍摄模式呢 它是视频和照片共享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存储了照片的 自定义拍摄模式 视频的拍摄模式 就会被覆盖掉 如果你像我一样 可能照片视频都拍一些 都想要存储 自定义拍摄模式的话 它就会去抢这个槽位 而且之前的 这个自定义拍摄模式 你在去切换的时候 它反应也是很慢 而且会把这个菜单 给你显示一下 然后你才会切换过去 所以就是我一直吐槽 索尼的这个曝光模式的 转盘设计的 非常的反人类 像其他的现机厂商 都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么A7-4 这回终于把 我刚刚说过了 这些槽点全都改变 改变的一个大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 曝光转盘上 已经没有视频拍摄模式了 但是它把这个 视频和照片的拍摄模式 给单独的放到了 下方的一个独立的转盘 这个富士的相机 就是这么做的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 一个好处是什么 假如说我在拍摄照片 对吧 我现在是在A档 OK 那我想要切换照片模式 我很简单 我只要转这个转盘 它就变成S档 或者是P档 对吧 那我切换到视频模式的时候 你注意看 切换到视频模式的时候 直接切 它就变成视频模式 而且它是视频模式的A档 此时我在转上面的 这个转盘的时候 它是直接更改 视频模式的曝光模式 你看S档 现在是A档 P档对吧 再加上M档 所以如果你是主要 拍摄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快速的使用 上面的这个拍摄模式 进行切换 就跟之前的操作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转盘的添加 A7S3都是没有的 但是A7S4 你看它是最新的索尼的设计 我看我要不要 把这个快门速度再改一下 现在太阳逐渐下山了 这是一点 然后我发现 它的这个自定义模式 它在照片的模式 和视频模式下 是不一样的槽位 当我去转这个 这是自定义模式1 A档 这是自定义模式2 S档 但是当我打到 视频拍摄模式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个档位跟我刚刚设置的 照片拍摄模式的档位 是完全不相关的 第一个档位是A档 第二个档位也是个A档 我两个这个拍摄模式 主要是设置的视频拍摄 比如说我第一个档位 是拍摄4K30帧 第二个档位 我拍摄的是这个4K60帧 第三个档位 我是拍摄的这个1080p120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自定义档位 在A74上面 照片和视频是分别分开的 而且是总共有三个档位的 照片有三个档位 视频有三个档位 而且这边 它有个SNQ模式 它也独立分开了 也就是说在慢动作模式的话 它又有三个档位 总共有9个自定义档位 所以拍摄照片 和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自定设置是相互不冲突的 这点让我用得起来 非常非常的爽 视频模式的档位 和SNQ慢动作 声歌模式的档位分开 我之前觉得有点激烈 它不是都拍摄视频的模式 后来发现在A74上 这个是很有用的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在A74 它这个视频拍摄模式 如果你选择4K的话 它是有4K的30帧和60帧的 但是60帧 它是有APS-C画幅的剪裁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拍摄 120帧的视频的话 你需要选择HD模式 然后选择120帧的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拍摄视频模式的时候 假如说我正常用A档的话 我如果选择的是 4K30帧的视频 我这时候想要去 更改到这个声歌模式 我这时候拨到这个SNQ 这个档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仍然是4K 这时候它不会自动变成 1080p 120帧 因为呢 这个4K它可以拍摄 60帧的视频 所以A74它默认为 你是想要拍摄 4K60帧的声歌的视频 而不是1080p 120帧的视频 但是呢 假如说你想要在4K的 30帧的正常的视频 和1080p 120帧的视频 来回快速切换的话 有了这个自定义的档位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调到这个 第一个档位 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是自定义的 第一个档位 4K30帧的吧 我直接拨下面转盘 拨到SNQ的时候呢 此时它是SNQ的 自定义1的档位 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自定义1的档位 设置的是1080p 120帧的 一个设置 所以呢 我只需要很简单的 去拨到自定义模式 去切换视频和照片的模式 就可以实现我这个4K视频 和1080p视频的一个 升格的切换 所以我觉得 A74这个模式的拨盘的 全新的设计 是极大了 更改了 索尼相机的 自定义模式的使用的体验 这一点在索尼A73上 是用起来非常痛苦的 所以这个更新 是我是非常喜欢的 再加上大家注意看 我们刚才切换 这个自定义模式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是直接进行切换的 它不会像A73一样 显示一个菜单 告诉你现在的自定义模式 是什么 我他们自己设置的 自定义模式 我当然知道 设置的是什么东西了 对吧 我不喜欢显示这个菜单 它显示这个菜单 会让你的模式切换延迟 假如说你拍摄活动 想要快速切换的话 会用起来系统卡卡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我直接切换 它是没有任何延迟的 直接就可以 按快门进行拍摄 所以让这个自定义模式的 使用体验 终于是可以跟 松下的相机 或者加能的相机 达到同样的一个水平了 所以这一点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点 好 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A74 两个比较大的 关于操控的转变 说完这个操控的话 我再讲一些 其他的一些接口部分 侧面的接口 也是比较正常的接口 麦克风接口在最上面 它是不遮挡 这个翻转平的 耳机监听接口 USB-C 还有之前的Multi的一个接口 但是要注意一点 这个Multi的这个接口 现在是不能够进行充电了 以前是可以 两个接口都可以充电 但是现在只有USB-C 是可以充电了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还有一个让我觉得 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就是这边的HDMI接口 是一个全尺寸的HDMI 如果你用过监视器 或者接过 其他输出的设备的话 你会知道 这个全尺寸的HDMI 是多么好用 这回A74顺应了这个潮流 加了这个接口 但是大家可能会 没有看到 比如说网口之类的 但实际上A74这回 是可以使用USB-C的接口 进行FTP的数据的传输的 在机身里面 这边的接口设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FTP传输的功能 是可以支持 USB转LAN的网卡的设置 当然这个是比较高级的功能 可能普通的用户也用不到 我就不细讲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官方的说明书 如果你想捧拍的话 还是可以进行有线的连接 其他的功能 比如说Wi-Fi 这回也是有5G的信号了 它的传输的速度 也会更好一些 再加上USB-C的接口 现在也是跟 我现在正在用的 索尼的ZV-E10 一样可以进行直播的传输了 在这个菜单里面 你可以设置USB流式传输 这边你可以选择分辨率 相比于ZV-E10 它只能够720P的分辨率 你可以设置成1080P 30帧或者60帧 但是4K的话 大家看只有15帧 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15帧有什么用 但是它能够支持1080P60帧 我已经挺满意的了 因为大多数直播 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分辨率 好 然后再说一下 这个电池 跟之前一样FC100 但是我要说一点 这个电池 刚刚大家看到 我正在演示的过程当中 它就自己关机了 我发现在使用A7-4的时候 它相比之前的A7-3 或者是HR-4来说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A7-4它的续航会短一些了 完全没有像A7-3 刚刚出来的时候 带的FC100 这个电池的使用的体验了 有可能是因为它的CPU 性能更强了 怎么样子性能更强了 那使用A7-4的一个使用的体验的话 会跟加能的EOS R6一样 有比较接近的续航 但是它仍然还是续航非常长的 只不过是没有以前那么长而已 还有一点我要说一点 就是这回A7-4 它把这个电池舱的 这个假电池的缺口给弄掉了 这个我有点不太理解 你看这个A7-3 它之前这边是电池舱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缺口的 你可以接个假电池出来 可以比如接直流电 可以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续航 但是A7-4就把这个缺口给去掉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大 因为现在这个USB-C 它是也可以连着充电宝边充边用 也是支持PD的电源标准的 反正我有试过接着电源用 是可以替代掉这个电池舱的假电池 或者直流电池去用的 就是有点可惜了 假如说你以前有买过这样的一个假电池 在A7-4上面是不能够用了 现在接下来我就讲一些A7-4 在菜单方面相比于A7-3 或者FX-3 或者是索尼A1的一些比较细节的变化 首先在拍摄照片这边 添加了一个应该是跟A1一样 也有一个防闪烁设置 现在使用电子快门的时候 你可以去非常细微的去调整快门的速度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变到小数点以后的位置 那么在一些频闪的环境的话 你会发现带频闪的灯 在正常的快门有可能会影响 那你就可以非常细微的进行快门速度的调整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很专业的 我记得A7-S3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不是有峰值对焦 即使现在是自动对焦 它也是可以把这个峰值给显示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不用拨的手动挡 才要用这个峰值对焦 这个我觉得可能用处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想要更加精准的去确定 你的自动对焦对的是否准 它也是一个提示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当然这回也增加了一个叫做 对焦辅助的叫做焦点图的功能 这个焦点图的功能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可以在自动对焦的模式下去使用的 看到没 当自动对焦对过去的时候 这个焦点图也会变 那么你手动对焦的时候 它也可以很精准的去告诉你 现在对焦的这个焦平面什么的 但是由于它这个对焦图 它覆盖的画面比较广 所以有可能会干扰你的取景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 对于我来说其实用处不是很大 但是有这个功能的话 有些拍微距的时候 它也能够很好的辅助你去进行对焦 在自定义设置里边 又添加了很多很细致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自动对焦和手动对焦的保持和切换 这个是有什么功能的 就是你可以在自动对焦的情况下 按一个按键可以临时的去关闭自动对焦 这个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其实挺有用的 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自动对焦 它工作的不好 或者是前面有干扰 你就可以让它临时的变成手动对焦 此时你可以直接转动前面的对焦环 来进行手动对焦 如果你需要自动对焦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按键给松开就可以了 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 这些对焦什么跟踪开启 跟踪开启加AF开启 跟踪关保持跟踪关切换 包括人脸识别的一些很细节的菜单 这些东西在A7S3上都是没有的 即使我更新到最新的固件 我也发现A7S3也是没有这些功能的 只有A7S4有这个功能 但是有这样一些功能的话 你可以更加细致的去控制相机的自动对焦 让你视频的对焦更加的随心所欲 其他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对焦边框的移动的距离 这个在A7S3上其实也有 当你调成大的时候 你注意对焦边框移动的速度比较快 它就直接跨过一些距离 如果你比较喜欢快速去移动的话 或者标准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距离是比较短的 而且它是也可以支持这种斜向的移动的 当然这个移动对焦框的话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触摸屏 我把这个触摸屏改成这个触摸对焦 你可以非常顺滑的去移动这个对焦点的位置 这个你在索尼之前的相机 你能想象能够这么顺滑 这么快速的去移动对焦点吗 真的很难想象 A7S4终于是在这一代 把这个性能给提升上来了 这个移动对焦框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还有一个 可能很多索尼的用户非常羡慕 佳能UZR6 R5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在关机的时候 这个快门链会放下来 它关机的时候 快门链会放下来 这样可以保护你的CMOS 在A7S4上也是有了 而且你这个快门链你是可以控制的 在这个设置选项 有个防尘功能 埋得比较深 有个传感器 有个关机时的快门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变成关的话 就会像之前索尼相机一样 即使关闭的时候 这个CMOS也是打开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清理这个传感器了 但如果你想保护传感器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快门链给关闭掉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设置 比如说USB设置 这边连接模式的时候 多了一个叫做连接式选择 以前的索尼相机 是你必须要提前选择好 然后再插USB来决定当前的这个功能 现在是可以进行连接式选择 USB插进去以后 它会让你选择 我进行直播的流式传输 或者是海量存储 或者是电脑遥控 这边是可以选择这个模式 临时去选择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关怀的设置 还有比如说删除照片的时候 现在加了一个按两次删除的功能 假如说你不想让别人 一不小心把你的照片给删除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按两次删除打开 你就需要按两次 才能够删除这个照片 有这样一个功能 再比如说回放的时候 它有一个播放选项 影像跳转设置 这回增加了很多别的一些跳转设置 比如说我可以按照拍摄视频的时间 来进行快速的跳转 比如我拍很多视频 我一个一个跳这个视频太慢 我就可以按照时间去跳转 或者是这回也先增加了一个叫做 Shootmark 拍摄的时候有一个标志 这个标志 你可以设置一个自定按键 在你拍摄的时候 打点就跟GoPro一样的 一个视频你可以打两个点 然后你可以跳转的时候 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Shootmark这个位置 或者是设置一个分割针 你可以 比如说我可能上午做一个拍摄 下午做一个拍摄 我可以设置某一个位置为一个分割针 然后跳转的时候 是可以按照我分割的这个位置进行跳转 这个也是A74就会独有的一个功能 虽然说有了这样一些Shootmark 或者是分割针这样的一个跳转的功能 可以让你快速的去回放视频的时候跳转 但是仍然在回放视频的时候 索尼A74是没有进度条的 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 为什么A74还是不加回放进度条 现在你的松下 尼康 佳能都有进度条了 对吧 为什么索尼不加呢 现在赔索尼的可能就只有富士了 就看富士什么时候加这个进度条了 好菜单大概就是这些功能了 接下来就讲一些性能方面的东西了 还要说一下这个对焦 这个对焦系统 还有这个对焦系统